主料,南瓜200克,糯米粉100克,主料,细砂糖,色拉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南瓜鱼皮切薄剪,用你喜欢的任何方式弄输,微波炉高火转熟,没有的话,就用蒸多大火蒸也可以,不过,支援会有比较多的水器,南瓜片倒入盆中,趁热,用普通炸蛋器,或大勺子, 早成南瓜泥,南瓜泥放凉后,按一笔左右的比喻,一点一点加入糯米粉,如面团太干和加点精水,值得称南瓜面团,以不沾手为准,加入适量细砂糖拌匀,把面团分成若干小块,揉圆,轻轻拍扁,加热品底锅,像少许色拉油,转中小火,将南瓜饼煎至两面金黄即可,烹饪即可, 一,上面的做法是没包馅的,也可以做有馅料的南瓜饼,就像包汤团一样包好,戳光滑,压变后再放锅里盐制,二吃不弯的南瓜饼,可以生肥冷冻导存,下火要吃的时候,再拿出来用微波炉叮热就可以吃了, 三,南瓜性温,味热吃胜者,气质中满者,吃热气质有少吃,同时患有狡气,黄达,气质失足病者即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